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万中国人14年不息的抗日风火 同时也把当时驻守东北的一支中国军队 首先卷进了战争的漩涡 这就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边防军 918之后 东北军成了一支丢土师家流亡官内的军队 但是他们前赴后继生生不息 成为中国唯一一支参加了14年抗战全过程的军队 也由此留下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打开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地图 细心的人会发现 那时的东北比今天要更辽阔一些 正是这片肥沃的黑土地 吸引着侵略者贪婪的目光 那时的中国东北指的是辽宁 吉林 黑龙江 热河四省和哈尔滨特区 四个省的省会分别是沈阳 吉林 齐齐哈尔和承德 哈尔滨作为松花江畔的新兴城市 被划为特别行政区 从918到77事变前的六年局部抗战 大多是围绕这些城市进行的 中国一方参加这些旷日持久 惨烈异常战争的主要是东北军 1927年6月 刚刚上台的日本首相田中议一 召回各路驻华使节在东京开会 会议确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日本随时准备解决满猛问题 东方会议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文 以秘密的形式 呈送给日本天皇御人 这就是有名的帝国对满猛之积极政策 俗称田中咒哲 咒哲有2400余字 其核心的一句话是 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 欲征服支那 必先征服满猛 这里所说的满猛 便是当时的中国的东北 要想征服东北 日本人首先面对的就是 奉军统帅张作霖 张作霖 陆龄出生 一生传奇 他在军阀混战的清末明初起家 后来 又在日俄战争的缝隙中发达起来 他的军队也因他的帅府 设在沈阳 及当时的奉天而被称为奉军 今天从这座气度非凡的帅府 依然可以看到上个世纪20年代 这位东北王的气度 1927年6月 张作霖登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 其控制范围 所及打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 也就是从那时起 他拉家带口 从奉天住进了北京的中南海 这时的张作霖虽然手握重兵 可背靠的却是一个反动而又脆弱的北洋政府 他面对的是风卷而来的北伐军 身后则是虎视眈眈的日本人 在这场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游戏中 张作霖把自己置于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幸好在他的身边有一位对这种局面忧心忡忡的年轻人 他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 在其求学期间 在天津结识了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柏林 深受起民主思想的影响 后在其父的安排下 投笔从容 又在持奉战争中 目睹了战火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面对北伐军 这次决心统一中国的正义之师 和日本军人的步步紧逼 他决心说服父亲顺势退出山海关 保全东北 那是1928年4月的一天 张学良在中南海跟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说 蒋介石他们都是中国人吗 都是中国人 地盘谁占的多点 谁占的少点 有什么关系 他怎么占 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吗 咱东北要是丢了 就不是中国人占了 而是日本人占了 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 东北唱空城记了 张作霖终于听懂了儿子的话 他决定要回东北 晚年的张学良说起这段往事还依然记忆犹新 我父亲的人 比我厉害 比我厉害 他很会 不能说办外交 他很会利用这个局势 超总的局势 日本呢 是因为我们太大 1928年6月3日 张作霖趁坐则当年慈禧太后的那节花车 风风光光地向关外奔去 6月4日晨5点左右 一列火车从黄库屯附近三栋桥桥桥栋里徐徐开过来 当其中一节耀眼的花车经过桥栋底下时 只听桥上一声巨响 花车被日本人炸了个粉碎 张作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被一副担架抬回沈阳 抬进他五夫人居住的小青楼 四个小时后 大帅在呼唤着张学良的乳鸣中咽了记 这一天正好是张学良27岁的生日 噩耗传来 张学良当即启程回凤 为了躲避沿路日本兵的搜狐 他把头发全剔了 扮成火头军的模样 混在梦冠车里出关 6月18日回到凤天 7月3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正式主政东北 这时28岁的张学良面临抉择 他要么与有杀父之仇的日本人合作 要么与国民政府妥协实行东北意志 所谓意志 就是降下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 升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为了阻止张学良导向南京政府 日本借调宴张作霖之计 派曾经担任过御人天皇老师 变读中国经典的林泉柱为特使 前来全体 在日本公使馆里 林泉柱对张学良说 只要东三省不与南京政府妥协 日本就可拥立他做皇帝 林泉柱来给我父亲调校 那说好的话 他说那你到底怎么 为什么 我说你忘了一件事 他说那我很要求 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这栋显得已经十分破旧的办公楼 是当年奉天省的省府所在地 1928年12月29日 张学良主持的东北意志大典 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东北意志宣告了北洋政府的结束 和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一 同时也标志着东北边防军的诞生 张学良任司令长官的东北军 是当时中国各军中唯一一支 拥有陆海空三军建制的军队 兵力达36万 拥有飞机191架 1929年27岁的少帅 为了显示出他和他东北军 要建功立业的决心 辉豪写下了东北新建设五个大字 1930年10月 29岁的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他带着十多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入了关 住进北平的顺城王府 而此时日本的一批骨干分子 正聚集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里 秘密部署的一份叫做柳条沟计划的军事行动方案 柳条沟指的就是沈阳市北郊的柳条湖 这里的北大营是20万东北军的驻地 1931年8月 日本军的精锐部队第二师团 从国内秘密进驻了中国东北 而柳条沟计划的实施时间 也被锁定为当年的9月18日 每年的9月18日 沈阳人都会选择在晚上9点18分 这个特殊的时刻敲响警钟 拉响警笛 这一刻车船停驶 行人驻足 全程一片肃木 他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1931年9月18日 是个晴朗的秋夜 月明星夕 还来不及割倒的青沙障 掩护了几个诡秘的日本军人的行动 晚10时20分 从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 传出一阵爆炸声 在事发现场 日本军人摆上他们杀死的三具 无辜中国农民的尸体 给他们穿上中国士兵的军服 旁边还放上了一条步枪 两根枕木 爆炸声响过后 板员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的名义 发布向沈阳的进攻令 日军开始炮轰北大营 并很快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围攻上来 北大营始建于1908年 号称沈阳第一大兵营 占地数千某 四周住有土围子和外豪 东西南北设四个卡子门 北大营西侧约一华里处 就是南满铁路 柳条湖距离北大营只有800米 当时这里驻扎的是东北军的 精锐独立步兵第七旅 旅长王以哲 以训练有素享誉军中 旅下设619、620、621三个团 当年张学良为庆祝双十节 和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时 曾两次在这里举行盛大阅兵式 王以哲对这一触即发的局面 并非毫无察觉 他早就从日军频繁的军事演习中 嗅到了一些不祥的气息 也曾亲赴北平向张学良请示 张学良把蒋介石 战不抵抗的命令告诉他 并说蒋介石要求学习 印度甘地的不合作精神 无奈的王以哲回到军营 只能与手下将士做出 信不自我开 做有限度退让的决定 这个限度的意思是 如果日军进到北大营营员七八百米时 就可以开枪营迹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军队退到东山嘴子附近 齐接 为此第七旅还沿途 做了撤退演习 尽管有所察觉 但准备并不充分 这天夜里王以哲未在营中 而是待在沈阳城区的家里 那么其他的人又在哪里呢 身为东北军辽宁军署参谋长的龙真 在沈阳家里为其父张罗授宴 身为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的张作相 在锦州老家料理父亲的丧事 身为东北军驻黑龙江副司令的万福林 逗留在北平 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 为搭谢赠灾一举 正陪着外国使节在北平中和戏院看戏 蒋介石则在赶往南昌搅供的途中 这样被困在北大营的官兵们 要想突出去只有依靠自己的手中枪了 北平的张学良接到消息后 从演出现场匆忙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 召集军阵要员商讨对策 就这天夜里张学良是三个思想 一个思想就是说 执行蒋介石的布提卡命令 他确实也下令 叫东北军不要抵抗 另外他还有一个思想 就是叫做相继处理的思想 为什么相继处理呢 因为他来为这个同这个东北军这个来往 这个电话或者电报中间 这个当时北大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说现在实行不抵抗是不可能的 因为日本正在进攻 我们我们的军队已经有死有伤 而且军队的东北军的手中 每个人都掐着枪 现在叫他把枪撂下 锁到仓库里不去抵抗是不可能的 因为是生死关头 不能引进旧炉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张学良说那么你就相继处理 在北大营作为现场的最高指挥官 赵振帆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和620团团长王铁汉带领部队 成功实行了北大营突围 14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就从这里打响 战斗打响以后 赵振帆带领部队向东面突围 王铁汉率620团断后 交火主要在620团和日本铁道守备队之间展开 第七旅官兵带着不抵抗主意的紧箍咒 却表现得十分英勇 他们奋不顾身 抗击着装备优良又有备而来的日军 一直打到下半夜三点多钟 才终于撤出重围 这张仅存的照片显示歇系士兵人手一枪 无疑 他们并没有死板地执行上级命令 把枪收缴入户 有了枪 他们才可以抵抗 有了抵抗 他们才可以突出重围 九一八之夜 王铁汉旅长没有跟他的部下在一起 两天后才赶上部队 他向参谋长赵振藩深深居了一躬 感谢他把部队带了出来 北大营突围 中国军队伤亡官兵335人 失踪483人 日军伤亡25人 第七旅突围以后 本想与辽东的东边道镇守使鱼芷山联系 不料鱼芷山另有图谋 不让他们停留 第七旅不得不辗转 折返辽戏 十月退往关内 就这样 这支东北军的王牌之师 从此离开了自己的地盘 东北军撤走以后 沈阳失去了武装拱位 日本人于9月19日凌晨6时30分占领沈阳城 当天下午 本庄凡把关东军司令部从吕顺搬到沈阳 这是日本兵占领辽宁省财政厅时的照片 日本人占领的字样清晰可辨 在沈阳兵工厂的门上 甚至贴出 除日军外 出入此门者 即射杀之 辽宁省政府和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 也全被贴上封条 沈阳沦陷 日本人将这座城市的名称改回为奉天 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袁贤二 唐儿黄之 出任奉天市长 当年曾在张学良的编业银行 担任职员的孙振环 他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九一八事变 第二天沈阳市街头的情形 当年我的习惯就没找人要锻炼去打网球 我就立根球牌子 走到大门那个城墙那儿 人家又站岗说 我拿个球牌像个枪子 你拿什么东西 你往枪上看一看城墙 现在就让他出去 我城墙一看就全日本兵了 到银行了 那就是不及关枪都治上了 行进不行除 中国军队走了 日本军队则如洪水般涌来 据1931年9月19日 满铁的发车车次表记载 这一天满铁陡然发了19个车次 其中间隔最短的只有15分钟 一夜之间 辽阳多门二郎率领的第二师团 以及公主岭 安山 吕顺的日军迅速得以集结沈阳 日军在进攻沈阳的同时 进攻长春 他们向东北军驻守的 宽城子和南岭两个据点 发起进攻 在长春突围战中 东北军将士 违抗来自吉林军署参谋长西洽的不抵抗命令 与日军进行殊死激战 从19日凌晨4时 一直打到下午4时 虽然战死官兵318名 伤199名 但也让不可一世的日军 遗失83句 9月19日傍晚 长春陷落 两天后 多门师团开到吉林省省会吉林市城下 当时 清朝皇族出生的西洽 打开吉林市城门 迎接日军进城 此时 身负家仇国恨的少帅 很快从不抵抗政策的阴影下走出来 他和他留在关外的军队 以别无选择 只有与关东军武装对抗 1931年9月23日 张学良在锦州成立 临时辽宁省政府和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 他任命李春林和张作下 分别代行其职 不久 他又命令在吉林兵县成立吉林省临时政府 任命陈允为代理政府主席 临危受命的陈允携家眷前往赴任 在兵县沦陷之后 他签省府到伊兰坚持办公 1931年10月21日 张学良任命驻黑河的黑龙江独立步兵 第三旅旅长马战山 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当时马战山手头的兵力只有一万三千人 为保齐齐哈尔他在江桥以北设两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设在大兴车站沿线 距离齐齐哈尔约120华里 第二道防线设在三间房 距离齐齐哈尔约70华里 推进到江桥南岸的是多门二郎率领的日军第二师团 11月4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渡桥进攻 炸毁大兴车站 驻守桥的东北军忍无可忍开火还击 江桥抗战就这样打下 今天的大兴车站 早就修复一心 已经无法找到当年战争的痕迹 可当地老百姓还依然记得 日本人在雪地里收尸的情形 等到第二天清晨 也就是说马战山的部队撤走之后 日本北军到团里 拉咱们中国的村民来给他们抬尸手 那都那简直的那都下不去手了 那白菜上地里边全是人形 那日本鬼公那个死尸啊 那就是一片一片的 他们呢赶着牛车 把他们的一个一个的就像摆着这个猪肉似的 挪到一起捆上拉走 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 马战山把兵力撤至三间防第二道防线 就在这时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凡发出通牒 要求马战山下野 并且将军队撤出省城 马战山电告北平张学良 张学良回电 赤死守误退却 马战山得令回复本庄环 下野本无不可 但需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 关于退兵一事 在我国领土 我自有权 非日本所能干涉 从11月12日到19日 日军展开了对三间防的进攻 日方由多门亲自指挥 我方的马战山将军 更是清明前线督寨 那段时日 楞江两岸一度风雪大作 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 三间防阵地几经一首 最后被日军攻取 这是一位已经84岁的老人 江桥抗战那年 他才十岁 这个地方啊就是 十岁都是我们的七神英雄的尸体 当时马战山将军吧 非常的崇心 就跪在这地方 跟他们说 将来 马战山最终没能打回来 也没能在这里立一块封碑 但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艇军军总司令的时候 他率骑兵队活跃在黄河两岸 在陕西隋远哈拉寨驻地 他建了一个忠烈子 忠烈子里 他为每一个牺牲的东北军将士立了一个牌位 三间防战斗后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 马战山下令全军退往海伦 随后日军占领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陷落后 日军调转枪口进攻景州 在这里 东北军以三万之重 与拥有飞机保护的四万关东军 激战十昼夜 五千人血煞疆场 因得不到任何支援 终不能敌 1931年12月31日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张学良向南京政府发了一份电报 电报反映出张学良的气恼 电报说 三次电转中央 寝发弹药阶级 无依应者 是中央抗日能力 仅于一纸电纹 数张标语 1932年元代 东北军全线总退却 据统计 张学良用了44个专列 才把数万将士 拉到三海关内 1932年元月3日 日军毫不费力地拿下警钟 一个多月后 哈尔滨陷落 整个东三省沦亡 918事变前 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说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 如何在东北寻衅 我部绝不予抵抗 利弊冲突 事变发生后 东北军多次请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 得到的回答都是 不抵抗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 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 一天之后 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三个月后 东北三省也沦于敌手 近20万的东北大军 不战而败 流亡关内 而3000万的东北同胞 也开始了此后 长达14年的亡国生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明天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的是 红金龙思想力行动力